今天基隆郵局與瑞芳書道學會共同舉辦 新春輝豪鄭春蓮的活動 現場更是邀請多名的書法大師來現場 將春蓮贈送給民眾 為這個農曆新年增添人文以藝術的氣息 3 2 1 農曆新大禮 農曆春節即將到來 辦活動來賀新年 基隆郵局結合瑞芳書道學會 舉辦現場輝豪鄭春蓮 吸引許多民眾來到現場 請書法大師客製化 專屬於自己的春蓮 沒有啦 我們今年這樣比較熱烈 看起來比較熱烈 你選什麼名字? 我叫老師給他寫就好了 你家裡的? 家裡的門在那裡 比較熱烈 新年快就進來看 這門很熱烈 謝謝 活動開幕式由基隆郵局局長周哲范 和瑞芳書道學會的理事長 及書法老師們 一起提筆寫下 龍年新大運的吉祥字 希望將新年好福氣分送給大家 我們特別在我們愛山路郵局 在上午舉辦了這個 由愛永續傳情義 新春輝豪鄭春蓮的活動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是瑞芳書道學院的 白鎮忠理事長 還有幾位書法老師 清零現場揮豪 那現場的民眾都可以依據自己的需求 索取專屬於自己的春蓮 基隆郵局為了貫徹 郵政 服務社會 回饋社會的經營理念 今年我們會舉辦一系列的 由愛永續 社會共好的活動 感謝基隆郵局 邀請我們來 那個 寫春年 送春年 那今年已經不知道落乾年了 忘了 一直以來 過年之前都會有這個活動 那也祝福大家 農年行大運 也謝謝基隆郵局 讓瑞芳書道協會有這個機會來這裡 為大家服務 透過揮豪送春年活動 祝福民眾農年行大運之外 竟然郵局說 今年也將規劃一系列關愛社區的活動 來感謝民眾對郵局的支持與愛護 記者黃日生 陳淑萍 高維成 基隆報導